好,在看完了生死段语之后,我们来看一看44个的课文部分。 首先,我们先看个底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提纲写领的句子。 它说, People traveling long distances frequently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hey would prefer to go by land, sea, or air。 好,首先我们先看看这句话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没有下号线的部分是句子主干结构,主干结构很短, 就people frequently have to decide,人们经常要做决定。 那么这个下话线的部分,traveling long distances,明显是个非为动词, 当后置领语,这是现代分词了,就是做长途旅行的这些人,修饰这个people。 这个traveling,我们一开始英式拼写,美式是在travel后面直接加ing, 在英国要双写L加ing。 那么后面这个weather引导的到巨末这个从句,当然是做design的编语从句了, 就要决定他们是否呢,是愿意从陆路走,从海路走,还是坐飞机走。 那么上来第一句话,就提出了这个陆路,海路,还有这个坐飞机三个不同的方式。 下面呢,他逐一讨论这三个方式,各有什么利比得适,最后就总结出哪个方式,是既快捷又舒适。 好,下面先从陆路,从陆地上走,先讨论这个旅行方式,咱们看第二句话。 他说,Hardly anyone can positively enjoy sitting in a train for more than a few hours. 他说,很少有人呢,能够真的喜欢呢,连续坐火车好几个小时以上。 坐火车,他说这个东西不舒服。 这个Hardly anyone这个主语本身就是重点知识。 Hardly anyone翻译成很少有人,或者翻译成几乎没有人,他像的almost no one,像的almost加个否定词。 因为Hardly本身还有暗含,这个有否定含义在里边呢。 但Hardly anyone这表达更地道一些,我们希望大家把它背起来。 举一反三的,多看几个,跟它类似的还有,Hardly anything,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或很少有什么东西,相当于almost nothing,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咱们在18课和31课两次提到的,Hardly ever,相当于almost never。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分别大声来读一下。 第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人,Hardly anyone,几乎没什么东西,Hardly anything,几乎从来没有过,Hardly ever。 这一个表达,希望大家姥姥记住。 咱们看几个简单例子。 Hardly anyone writes to me these days, 我说最近呢,这个几乎没什么人给我写信,没有什么人给我来写信,几乎没有人。 Dad ate, hardly anything, 爸爸可能觉得身体不舒服,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可能吃了一点,但几乎跟没吃一样。 Hardly anything,这么来说。 咱们在复习,在第31课里面看到的句子,就是146页的第10行到第11行。 146页第10到第11行。 Now he owned a large car, he hardly ever used it,performing always to go on foot. 尽管他拥有一部大汽车,但他几乎从来没有用过,他总是更喜欢走着走,不愿意开车。 你看,Hardly ever,想到almost never,这是咱们讲过的知识。 还有后面那个副词,回到句中,positively enjoy sitting in a tree。 enjoy不说了,enjoy doing,比较喜欢做某事,我们都知道,关键是这个positively,在这个怎么翻译。 这个positively,我们用的特别多,它是个语气词,我们先看英文解释。 Used to emphasize the truth of a statement,用它,我们这个东西都被使用来干嘛呢? 强调一下我这个说法的真实性,确实真的是这样的。 Especially when this is surprising,尤其当这个事情有点令人惊讶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啊,真的很怎么样,真的是这样,加强语气使用。 尤其这个事儿,让人觉得在惊讶的时候呢,真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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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如何。 我们看一下例子。 Some dice may be positively dangerous,有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可能真的是比较危险的。 一般人觉得,这怎么日常饮食会危险呢? 真的是啊,真的很危险呢? 也真的很,真的是,真怎么怎么样,这是用positively。 本文中呢,有人真的喜欢这个坐火车连续坐好几个钟头, 我们说怎么会喜欢这个呢? 真的很喜欢呢? 真的很喜欢,你看还是用本文中搭配。 只要我本文中前面又我都否定了,几乎没有什么人真的喜欢连续好几小时坐好车,对吧? 再看一个例子。 Tenine's performance is positively the last time the band will appear together. 这个咱们一块翻译一下啊。 今晚的这次演出啊,真的是这个乐队组合,最后一次它这个一起来演出了,最后一次在台上露面了。 大家不管讲,这是真的吗?真的是啊,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今天的演出一定得看,大家就等告别演出了。 今晚的演出,当真是这个乐队在一起露面的最后一次了,以后大家就看不到了。 positively,叫真的,真的很,真的是加强语气的语气词。 这个咱们一会儿造句会用一遍啊,注意这个positively,这个特殊用法。 那么后面说,sitting in a train,就坐火车,坐到火车里边。 for more than a few hours, for more than,for a few hours,坐几个小时,more than几个小时以上,坐几个小时以上。 我们把这句话可能不能复述一遍啊。 很少有人能够,可能会真的喜欢,连续坐火车,好几小时以上。 咱们看对边啊。 很少有人,hardly anyone can positively enjoy sitting in a train for more than a few hours。 再快点啊。 hardly anyone can positively enjoy sitting in a train for more than a few hours。 好,类似怎么造过句子。 很少有人真喜欢几天以上吃同一种东西。 你就爱吃的话天天吃,你不是爱吃红烧肉,连着一个星期天天每顿都红烧肉,这吃的也腻了这个。 很少有人真正喜欢,咱们复述一遍啊。 很少有人,就几乎没有人了。 hardly anyone can positively enjoy eating the same food for more than a few hours. 什么呢? 好,复习这几个重点支持点。 第一个,很少有人几乎没人,叫hardly anyone,能够真的喜欢 positively注意这个重点复词。 enjoy, enjoy doing, eating the same food,连续几天以上,for more than a few days,就好了。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坐这个连续几小时坐火车呢? 后面他的解释,你光有观点不行,你有这个,有理论分析吗?下方有了。 train compartments soon get crammed and stuffy。 所以火车的那些里面的小房间,小隔间呢,很快就会变得既狭小,又气闷,喘不上气来。 这个空间太小了,伸不开腿,而且呢,这个很闷,空气很闷。 这个train是火车,compartment是火车里的小隔间,尤其是卧铺车厢里的那些小隔间。 咱们配一个图片,大家可能坐过那个卧铺车,有些软卧里边,它有个小门能拉开,里边是四个床,这么一个小隔间叫我们读一下,compartment,compartment。 这个词啊,大家可能看着有印象。 为什么?我们在第十课讲过,它不但可以表示火车里的小隔间,也可以表示轮船里的密封舱隔水舱,增加轮船福利,跟渔镖一样。 这个轮船里的密封舱,我们复习一下,五十页第六行,五十页第六行,for she had sixteen watertight compartments,因为这个泰坦那个号,有十六个不透水的密封舱,compartment,也是用它,本分钟是火车里的小隔间。 很快怎么样,soon get,get就是become,变得,变得怎么样,cramped and stopped,cramped就空间很狭小的,空间很狭小的,我们再读一下这次,cramped。 空间很狭小,尤其表示待人的地方,伸不开腿呀,无法施展,拳脚,这种空间狭小,很好记,因为cramp,c-r-a-m-p,本身表示用钳字用力在加,把它被加过了,加扁了,当然里面空间很促狭了。 比如说,a cramped room,一个很狭小的小房子,几乎呢,放一张床就完了,a cramped office,一个非常狭小的办公室,一个办公桌,进去人之后,都没地站了,特别小,对吧,a cramped cabin,一个空间很狭小的一个船舱,进去之后呢,没有回旋的余地,cabin是船舱里,怎么再读一下这个词,不要读cabin, 老师说过,这个字母i,中间短音发a,n,ben,不是bin,再来边,cabin,cabin,就空间很狭小的,很促狭的,腾挪不开的,这么一种感觉,我们类似造个句子吧,走廊如此之狭小,我只好侧着身子走过去, 哎,这个在我们前面那个什么,动学,那个现代动学人那颗书怎么见过,这个走廊corridor怎么见过,对吧,那侧着身子走,叫edge one's way,那在这儿edge one way呗,走廊如此下的一致于,那狭小用cram,如此一致so that呗,我们组织的语言看怎么说,啊,我说,the corridor was so cramped that,我不得不,I had to edge my way, 穿过它,through it,就好了,再来边,the corridor was so cramped that I had to edge my way,through it,这个走廊太狭小了,以至于只好侧着身子,侧着身子走,正着都走不过去了,好,这是cram,这个词,表示空间很狭小的,反应词呢,很宽敞的,能站很多人,能住很多人,很宽敞的,这个可以用spacious, 就是把空间space,去掉那个字母一脚ious,本文中也出现这个词了,我们大声读一下,spacious,spacious,宽敞的,就口语着宽敞,很宽敞,这么一个,我们看看本文中13行,请看课文第13行, You can stretch your legs on the spacious decks,这是为了跟火车厢对应,这是轮船上来,轮船有什么好处呢,空间很宽敞,你可以在宽敞的甲板上,疏活疏活筋骨,这个stretch once legs,大家还记得吗,老师以前讲过,stretch once legs,并不是撑腿死了,并不是蹬了腿了,而是表示坐得太久,出去走一走, 坐得太久之后,气血不流通了,出去走一走,筋骨疏活一下,这个宽敞的甲板,spacious deck,跟这个cramped,完美反语词,可以看到完美反语词,好,再回到剧中,很快便呢,什么,既狭窄又stuffy,又闷热,这个stuffy,叫空气不流通的,很闷的,尤其强的,又闷又热,这种感觉,空气不流通,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stuffy,stuffy,空气很闷的,the room is too stuffy,please open the window to allow the air to circulate,我一开门,一进那屋,这屋里怎么这么闷呢,哎呦,请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一下,空气不流通的,叫stuffy,那空气的流通,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动词,circulate,circulate,这个allow在这不是允许, 而是使能够,使空气能够流通,循环一下,这个stuffy,但是不要搞混了,我们在以前说过一个词叫stuffed,这个stuffed,这个词不是表示空气很闷的,表示里边被填上东西了,中间装满了东西了,叫stuffed,28个我们讲过,在里边填满了东西了,像stuffed,duck,就是那个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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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宝鸭嘛,这个肚子里被填上东西的鸭子,这个amstuff, 啊,表示我吃饱了,肚子里填满东西了,这个跟stuffy闷热的,要去分开,好,后面进一步说了,就是我们火车的,这个这个很不方便,it is so most impossible to take your mind off the journey, 我说要转移注意力不再想这个不愉快的旅行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你每一分钟都觉得腿非常别扭,这个这个撑不开腿,觉得浑身都皱呗,所以转移注意力不再想的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转移注意力不想不愉快的事情,来自固定搭配,take one's mind off something,转移注意力不再想这个不愉快的事情,一定是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把心思从这拿走嘛,这很好理解嘛,我们看,比如说看一例子, 我说要转移注意力,这个转移注意力不再想我的狗的去世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哎呀,这个养了十号几天那只狗,这最好的朋友呢,死了,心情非常不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it is,非常好说嘛,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take my mind off my dog's death,就让我心情特别不好,狗去世之后呢,转移注意力不再想它的去世,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事情, 天天都在想,哎呀,狗啊,哎呀,哎呀,不想都不可能了,我们多看几个例子,多看几个例子, The good thing about running is that it takes my mind of any problems I've got, 这个跑步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它使我转移注意力不再想我有的那些问题,那些麻烦事了,哎,一跑步之后,我们知道跑完步之后,内肥胎会分泌,大脑心快感会很强,所以很多人跑步呢,有这个成瘾之后,它有道理的,哎,从,从生理结构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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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去解释,哎, 跑步有什么好处呢,我一跑步之后呢,把我那些问题,麻烦,我都,都转移注意力,都不再想它了,别人欠别人一百万,跑完步之后,哎,忘了,哪有一百万,我忘了,哎,我这事就忘了, 转移注意力不再想不愉快的事,可以用它,来,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She found hard work was the best way to take her mind off her sorrow, 她发现呢,辛勤的工作,是她转移注意力不再想她的悲伤的,最好的方法了, 就本来这个女的可能老公呢,丈夫刚死,哎,可能一直辛勤不好,哎呀,老公去世好伤心,哎, 但是辛勤工作之后呢,哎,这个可能就转移注意力不再想这个很伤心的事, 辛苦工作嘛,辛勤工作可能是最好的方式,来转移注意力不再想不愉快的事, 哎,老公死了,背不住还好事呢,找更有钱的,心情又好起来了, 所以你可以努力工作,这个很管用,take one's mind off something, 转移注意力不再想不愉快的事,那么由这个点儿, 我们想到了我们在三十个讲过的另外一个搭配,就是不愉快的情绪总是缠着某人, 跟本文中的表达类似的,不愉快的情绪总是缠着他, 好像恶鬼附身,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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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灵绕着脑袋转, 咱们是不是讲过闹鬼,那个词叫haunt,haunt, 这个搭配就be haunted by,不愉快的情绪总是缠着某人挥之不去, 好像被鬼魂所缠绕一样,叫做be haunted by,我们再复习, 我很想家,I am haunted by homesickness,homesickness就是私乡,私乡病, 这个情绪总缠着呜呜绕着脑袋转,好像饿鬼在缠身一样, 不愉快的情绪挥之不去,再看一个复杂大的句子, After thirty years,he is still haunted by the experience of fighting in Vietnam, Vietnam是越南的意思,在三十年之后,他越战的这个经历, 还是像鬼魂一样,总缠着他,还是忘不了, 这战争,呃,经过打仗之后,很多有战争综合症了, 你一闭眼就是血肉横飞那个场景,天天做噩梦, 所以说三十年之后,这人又心理障碍了, 越战的这个阴影,这个经历,还是总是缠着他, 挥之不去,不能忘怀,这个也是,这个不愉快的情绪, 忘不了,be haunted by them,好,再回到本文中, 本文中这个take one's mind off something, 复习我们在二十课里说过,复习二十课讲过的, 它其实来自take something off something, 把前面这个东西从后面的东西里拿走了, 把前面这个东西从后面这个东西拿走,off是脱离离开的意思吗, 把某人的心思从这离开了,从这拿走了,不是转移注意力吗, 我们可以把这个词可以换成更灵活的一些这些表达, 咱们看看下面的句子该怎么来翻译, she's so pretty,I couldn't take my eyes off her, 这个还记得吗,我们说过这句话, 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哦, 我几乎不能把我的眼睛从她身上拿开, 是什么意思呢,哎呀,这女孩好漂亮哦, 我想不看她都几乎不可能的, 我说不看不好意思,总看人家说我是不是流氓啊, 但我不看不看又看了,不看不看不看又得看了, 不看都不可能了,这女孩太漂亮了, 我想不注意她,不看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被她唠唠吸引了,那看下面的句话怎么翻译, Have you seen James without his beard? I know, it takes years off him, 这是个dialogue,是个对话, 第一人说,你今天看没看见詹姆斯啊, 今天胡子没了,剃胡子了, 哎,平时留胡子,现在把胡,剃胡子了, 第二人说,I know,我知道, it takes years off him,这怎么翻译, it takes years off him, 把好几年从那身上拿走了, 言下之意的,我知道,哎,年轻好几岁, 早就该剃胡子,对吧, 这半辈老带胡子,小人老脸, 本来挺年轻,留个胡子看着老气, 剃了胡子之后,你看,年轻好几岁, 把好几年从那身上拿走了, 你看这,搭配也是take of搭配的, 我们再进一步复习,请假 注意这个off是复死了, 后面就没并语了, take time off,就是请假的意思, 请假,就是把时间拿走,请假,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复习, 咱们当时讲过的, 走遍美国的一个片段, 你可当时是一个爷爷在坐火车上, 旁边坐了一个老妇人, 一个老太太,两人聊天, 老太太说我从哪来的, 这爷爷就说, do you still live there, 你现在还住那儿吗, 老太太说, oh yes, yes, my husband is there now, 是啊,是啊, 我现在还住那儿, 我老公当时, 我老公还在那儿呢, is there now, 本来爷爷对老太太还挺有意思, 一看,呦, 人名花有主, 老公没死呢, 心里凉了一半, he couldn't take time off to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他现在请不下嫁来, 没法陪我一会儿来纽约, 就这样一个, oh yes, my husband is there now, he couldn't take time off to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我们的片段再听一遍, do you still live there? oh yes, yes, my husband is there now, he couldn't take time off to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he couldn't take time off to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take time off, 的请假的意思, 那同样我们再看一些具体的那篇, 从什么什么中请假, 我们可以再加from, I have to take time off from work to go to the dentist, dentist, 牙医嘛, 对不起, 哎哟啊,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真要命, 我得从单位请假, 我得看牙去, 瞧牙去, 或者这么说, I have to take time off from school to go to the dentist, 我必须从学校请假, 得看牙医, 牙疼的厉害, 可以这么说, 那更具体一些呢, take a day off, 请一天的假, take the afternoon, 请这个下午的假, 今天下午不来了, 请假也是有类似搭配, 好, 再回到这个课文里面来, 作者为了进一步增强说服力呢, 又驳斥了对手可能提出的观点, 那有人说, 你在火车上, 你看书看报纸不就行了吗, 作者把对方的嘴堵上, 记一步增强说服力, 我们写文章也是, 不要光自嗨, 自己写得很嗨, 对方一个反例就强倒污塌了, 这个说服力肯定差, 我们考虑到对手会怎么样, 去驳斥你, 我一边说一边堵上你的嘴, 你后面说了, 你读书啊, 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他说了, reading is only a partial solution, for the monotonous rhythm of the wheels clicking on the rails soon allows you to sleep, 这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看看剧法成分的分析, 那么逗号之前是句子主句, 读书只是一个部分的解决, 我们翻译成中文, 把这个解决可以当动词翻译, 英语是名词, 中文中文用动词好啊, 读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这么翻译好一些, 为什么呢, 这个逗号for到句末, 整个是一个原因状语从去英语, 因为这单调的节奏, rhythm就是节奏了, 什么节奏呢, of the wheels, 就是车轮子的节奏, 是什么车轮子, 画横线的部分, 这个clicking on the rails, 这后制定语修是这个车轮子, 车轮子撞击到铁轨上的车轮子, 这个单调的节奏怎么样, soon很快会, lows you to sleep, lows就是使某人安静下来, lows some sleep, 就使某人沉沉入睡, 听着, 睡着了, 像摇篮曲一样, 所以读书呢, 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这个读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它读书是一个部分的解决方案, 这个partial是个重点的一个形容词, 就是部分的才来自于part的那个词非常好记, part后面叫i-a-l就好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词, partial, partial, 这个词叫部分的, 我们看一些例子, 你像apartial solution一个部分的解决, 对吧, apartial success一个部分的成功, 就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还有像apartial solar eclipse, apartial lunar eclipse, 这代表日时或月时, apartial solar eclipse叫做日偏时, apartial lunar eclipse叫月偏时, 我们先读一下日时月时这个名词, Eclipse, Eclipse, partial是一部分的, solar是太阳的, Lunar是月亮的, 所以叫月偏时和日, 这个日偏时和月偏时, 这部分的月时, 有一部分呢, 还没有被那个狗吃掉, 对吧, 还留一部分在外边, 这偏时, 那么当然它的反应词就是total就可以了, 你像日全时, 月全时, 日全时叫a total solar eclipse, 那月全时叫a total lunar eclipse, 就好了, 这是partial这个词, 好, 那么apartial solution, 咱们中文翻译成解决部分问题, 咱们不翻译成部分的问题解决方案, 这个很别扭, 这个我们造个句子吧, 来看看这句话怎么说, 吃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得过上有规律的生活, 这光吃药不行, 吃药, 吃药take medicine, 做主意就taking medicine就好了, 那么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咱们先复习该怎么说, 复习三十四课, 一百五十八页第八行到得九行, 一百五十八页第八到得九行, 咱们先复习, 一个真正一心一意要逃便宜货的人, 必须要有耐心, and about all, 并且最重要的是, 要有实货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 above all, 最重要的是, 咱们见过这个, 过上有规律的生活, 咱们也见过, 还是看过再写听过再说, 没错,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第十九课, 八十六页第四行, 八十六页第四行, Rastus leads an ordinary life, 这个猫咪呢, 过了一个有规律的生活, 叫lead an ordinary life, 咱们一块来造这个句子, 吃药只能解决问题, 吃药是一个部分的解决, 咱们来复书, 我说, taking medicine is only a partial solution, 好, and最重要的是, above all, 怎么样, 那你必须的, you have to, 过上有规律的生活, lead an ordinary life, 这个句子立刻就出来了, 我们再看看, taking medicine is only a partial solution, and above all, you have to lead an ordinary life, 一个句子写下来, 怎么这么自信呢, 因为这些搭配都是我们在世界经典, 就是教学大师亚历山大, 老师教给我们的, 又是我们亲爱的李延龙老师介绍给大家的, 我们经过了老师的强烈推荐之后, 我们再写的时候, 肯定没问题了, 肯定踏实, 谁敢扣分, 你找李老师, 我来负责, 这个可以多看好文章, 多么重要, 那我们旅行的天堂, 只是我们这次了还没问题。 我们再写的时候, 我们再写的通知之后, 可以再写的清水, 我们再写的话,